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荣耀发布了最新的V30和V30Polo 这次荣耀的V30全系都支持SA和NSA的两种主网模式 各大运营商也都宣布了5G的商用 但是想要大面积的覆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其实我也很想快点用上5G 但目前还不允许 我手上的这台V30是6加128的零售版 荒叶星河的配色 我买来的价格是3200 从价格上来看 跟我上期拆解的售价为1699元的Redmi K30的定位 应该是不同的 那既然不是一个消费级别的产品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把它们拿过来做对比 那么V30的内部结构又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我就要先拆掉它一探究竟 先关机 取出卡托 别捅错了 这里有两个洞的 洞在最左边 卡托是主流的NN设计 还是塑料的材质 红色的相机圈弹性十足 60度加热3分钟 开始拆后盖 我用指甲尝试了一下 是可以卡入的 证明它这个缝隙还是挺大的 那么就不需要再用拆机片了 用指甲沿着侧边滑开 打开后盖 电池的左侧是指纹的排线 滑开的时候注意不要太深了 避免把它割断 后盖的中部有大面积的填充泡棉 相机的位置是金属盖板 对相机的保护会更加全面一些 毕竟它需要保护 突破性的相机矩阵 只有更好的保护镜头 才能探索摄影艺术的新境界 周边也是有缓冲泡棉的 手机的内部依旧是三段式的设计 主板 电池 副板 先拧下盖板螺丝 顶部的边缘有三颗螺丝 长得比较隐密 需要注意一下 扣开闪光灯的排线 再取下盖板 断开电池 指纹排线 屏幕的排线 尾插排线 广角 长焦 超感光 广角和长焦均采用800万像素 光圈F2.4的镜头 最大的这一颗是4000万像素的超感光镜头 光圈F1.8 前置双色分别采用一颗3200万像素光圈F2.0 和800万像素光圈F2.2的镜头 扣下天线 拆出主板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双层的主板设计 确实可以很好的利用空间 但是对于维修来说 就会显得更麻烦 主板上所有的桌子都没有泡棉 或橡胶垫 背面是CPU和硬盘 主板的内部信息 我会在下一期芯片拆解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听筒是用胶固定的 需要借助一下镊子 我本来是想拿它跟硬币 做一个大小的对比 结果直接把硬币给吸起来了 磁力还是挺大的 拧下底部的所有螺丝 取出盖板 喇叭和振动器在一起 扣掉天线和尾插排线 即可取出副板 副板集成了卡槽 送化器 还有连接振动和喇叭的触点 电池上面虽然有拆卸的提示 但还是需要大力才能出奇迹 真的是太紧了 希望它以后能在这里提示一下 需要大力 电池有轻微的变形 但是不影响使用 容量为4100mAh 撕下剩余的电池胶 取出尾插排线 尾插的底部还有胶粘着 可以借助工具挑起 排线一分为二 连接充电接口和副板 这就是它PC级的夜冷散热系统 8mm的超大散热管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想把它装到我的iPhone11Polo上 完美 好 接下来我要把它装回去 注意不是豆放 不是豆放 这一集看起来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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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